今天突然有點想吃酸菜白玉湯 我點那個酸菜白肉麵 就如果好像都是這樣一陣一陣的 就是有一陣子會想要吃澱粉 然後一陣子不會想吃澱粉 我吃澱粉的時候基本上我就是都吃肉 或是其他的蛋白質跟菜 但是最近有一點喜歡吃澱粉 所以這時候我就會加麵 這個麵都被我弄斷 下一天在家吃熱熱的湯很舒服 很幸福 骨灰太酸欸 蠻好吃的 吃飽好工作 吃完晚餐我偷偷點了抹茶甜甜圈 因為我剛剛在HRio的時候 看到別人在吃那個很好吃的麵包 我就也想吃 開心開心 嗯 吃完了 我的心靈都得到了富足 哈囉大家 我現在的狀況是 我本來想說要睡覺 要補個麵 然後再去加班 但是呢 因為 我突然想到 我這個禮拜不用上班 好開心喔 就是這樣一個不用上班狀態 我們可以自己 好好讀書這樣 禮拜二有一個操作考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今天就先早點睡 然後就不出門了 明天早上跟中午 就直接練到晚上 然後後天的時候 也是早上練到中午 下午再考完試 基本上操作考就結束了 操作考一直都是我覺得 還蠻有趣的東西 然後其實我們班 有很多人都很認真在練習 看到他們這麼認真 我有時候自己壓力也會很大 每個人有每個人擅長的東西 然後每個人有自己人生的時間線 所以好像 其實也不需要因為別人怎麼樣 影響到自己的節奏 我覺得沒有必要 為了其他人的人生進度跳 跟你不一樣 然後你就覺得自己是錯的 因為每個人人生都是獨一無二的 然後你只要知道自己在幹嘛就好啊 不知道也沒有關係 就是因為人生很長 你總有一些時間是你可以 無所事事的 然後去尋找你自己想要去的那個方向 這算是我這半年來 我自己覺得很大的一個體驗感 其實呢 我其實是頑嚴近臨場的 一開始不安 然後覺得自己是不是有做錯的決定 到現在就是覺得 這真的是我人生中做過我自己覺得最對的一件事情 恩...我其實從國中開始就一直一直一直在讀書 對我就是一個很宅的小女生 然後一直在看海賊網讀書補習 然後到了大一大二剛上來台北嘛 接觸我沒有接觸過的一個世界 那對我來說其實是很新鮮 然後又覺得很迷失的一個階段 大概在大三的時候我才開始拍片 然後拍片拍片陸陸續續 才覺得說好像有找到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這一年就是我晚一年進臨床的時候 必須跟大家說真的過很開心 然後也學了非常多事情 就是提早避免經歷的一些 我覺得很有趣而且很划算的過程這樣 一個很新鮮的年級 二十幾歲的時候還可以遇到一群 年紀跟你差不多 然後一直在做自媒體 大家都很有知識力 然後很有想法 基本上遇到事情也都完全不會有什麼太多負能量 現在也比較不會像以前一直想要去追流量 因為其實我剛開始拍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算是一個小朋友 就只是要流量 所以我完全不管別人是怎麼想 然後我就是一直拍那種 滑重取寵的東西 那大家應該看得出來 但現在 我覺得雖然說可能我才過半年 但我覺得我在心境上面的調整 其實也變蠻多的 好好過自己的生活的時候 然後也有一群觀眾或朋友 就是大家也都在好好過自己的生活這樣 我覺得這樣就很棒 然後也是我自己很喜歡的一個狀態 沒錯 那我等一下就是趕快去洗澡 然後睡覺了 開心開心 那我們就明天見 掰掰 所以我們在兩次站在一個人 其實在紅森夜 然後我們是在金站廣場 然後因為我媽 她一直到我來 超級新的地方 剛大高級的一家 所以我就趕快一起來北城 然後跟你們說 其實我本來應該想說 要去看一下那個 卡口最近 可是哈利波特的身邊有幾波年齡嗎 然後我以為她是在北城的地下街 結果好像發現她在東區底下街 就沒有辦法 但沒關係 要先走去金站 有點小迷路 黃溫峰 謝謝三線 不要加瑞 不要那個臉好嗎 是你 我們現在吃家具 因為我們兩個本來不同家 但現在變成同一家這樣 不要丟臉不要丟臉 跟傳大師 剛才說我們右邊那一整桌的 我以為都是學長姐 所以我都不敢跟他們講話 然後結果發現那邊搭一搭二搭三 我覺得我們最老的是你 對 最老的是你 我真的太丟臉了 如果今天有喝酒的話 我就自己乾一杯了 OMG 太丟臉了 佛溫佛溫 我們兩個看起來超屁 認識學弟還是你 對啊 不是不是不是我真的不知道 我們兩個看起來就真的很屁 沒有 沒有 一年零二年十一歲 我剛剛以為她是學長 結果她是大藝 希望我同學會很激 沒有你下次打開手機 都要提示一下 這邊是隨地妹妹 外的超級 原來我已經變最濃 我們吃飽了 吃得超飽 我們吃完囉 這個人不用加班了 吃飽飯回家囉 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最近還蠻穿感冒的 然後 覺得最近比較勤勞的在喝 雞精跟魚精 然後我喝的是這兩款 我自己一個人住在台北 所以 就是吃得比較不健康 所以就有偶爾還會補充點這種 雞精跟魚精 對 算是台北 獨具的必備 然後等一下 就是稍微再練習一下 要check的東西 對 因為我身體實在是 滿不舒服的這幾天 所以就想說 帶回家做 這幾個人在家也要有意識感 搭配的是一種非常重磅的一個湯匙 我也不知道哪裡買的 反正 就是一個非常重的湯匙 讓我喝湯有意識感 那推薦給大家 最近我晚上比較常播的一個歌單 嗯 有點哥德 哥特風的這種 黑暗的 點閱 所以我覺得還蠻好聽的 推薦給大家 就是我自己一個人 晚上在家 是會播的 哈囉 然後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我去吃 會跟信箱一起開團的一個很可愛的東西 就是我旁邊這個蠟燭 蠟燭旋轉台 我覺得超Q的 這個是我已經組好了 還沒有想好 你們聖誕節要送什麼的話 就可以買這個 因為它真的蠻可愛的 這就是這樣一小盒 然後你拿到的時候 它打開裡面就會長這樣 然後裡面會有一個底座 跟一個很像電風扇的東西 然後這個如果稍微有壓到的話 都可以簡單的壓回去一下 然後跟一個紙袋子 裡面就會有這種 像一片一片的這樣 漂亮就是你選的圖案跟樣式 然後裡面還會有一根 就這樣插上去 放上去 然後這裡有一個單獨的是 你可以選擇要掛在嘴上面 或不要 都可以 然後你就 很簡單的把這個 稍微要用力一點壓進去 我覺得它的設計很像 Dip Tick的那個蠟燭台 它是Dip Tick的蠟燭台 實在是有一點小太貴 先把它壓上去 這樣就好 它的禮物呢 很棒的是它都有附一個 基本的一個蠟燭 然後如果你們想要 自己再把它換成 其他的香氛蠟燭也可以 放下去 然後它就會 因為有那個熱氣 就覺得很可愛 沒錯 團購價大概是400左右 最近這個蠟燭在轉轉轉的時候 那個人就會想到 你 因為是你送它的 這次我還有選 另外兩個是 結蛋主題的 然後也蠻可愛的 沒錯 這是很可愛的分享給大家 它這個啊 為了讓 就是氣流轉動 它其實整個 都做得蠻輕的 我現在在 按的這個是 有天使的 跟聖誕樹 然後這個比較特別 它上面的蝴蝶子是紅色的 很適合在聖誕節的時候送人 一個迷你小禮 像這個啊 它就是上面 是可以放在這邊的 但是如果你覺得很怪的話 也可以用 就是這樣 果敗吧 蠻可愛的 大家找安依穿 前頓子 買的那個 DJI 但是 因為在學校的 拍攝可能 不太方便 所以 我還是決定 學校的醫院 想說手機開 今天在VIP蠻準 沒髮型 快來蠻 但很開心 今天的工作 就是一個戴Console的過程 好突然的氣 最後他們在別科 看的 有些有問題 可能要轉到別科 或會到我們這一間 然後做一些簡單的檢查 然後最後 確定一些 治療方案這樣 你有什麼要補充嗎學姐 沒有 我也覺得 姐姐 姐姐正在打兵 嗯 要是來加班的一天 一天 通常是兩個根 但是我們知道三個根 會沒有辦法 所以口外牙 就是要灌成這樣子 然後我們要選我們的牙齒 然後我們在這個位置的話 我們先用這種蠟片 把它捲成一條 然後放在這邊 讓它空出一個空間 然後後面在灌的時候 它就可以塞在那裡 沒錯 上班上班這樣 所以說你們覺得很無聊的話 可以跟我說 然後我們烤一烤它 就軟軟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它塑形了 所以我可能就是會比較少 約會的企劃了吧 就是因為後來就覺得 好好過生活比較重要 所以之後的Vlog應該也會比較多 可能分享生活中的一些小撇步 希望你們不會覺得太無聊 然後再把牙齒放進去 把邊邊都抹一抹 是不是 人家在考試 就是沖開同學 人家是要在一個小時 左右完成這一項 它會有一個牙齒 是從中間下面 上面下面注定去 這樣 然後我們主要是模擬 比較臨床上會遇到的狀況 然後 從上面打開 然後往下 磨完 然後再把那個 握石牆 弄起來 烤完了兄弟 兄弟還沒烤完 烤完了兄弟 我三點走路開始 到現在五點 現在的小時 還是三點半 有點忘記了 現在都是一個極限操作 開學生的11天 就晚上五點了 在街頭上 在輕鬆的 會搖動 停止 真的